作为国内粉丝第一多的明星,卸了但是全部网友,盼望可以遇见的人,只是近来半年里经常有封闻说某某网友的偶遇卸纳了,但是那些偶遇的确都是假的,连现在本人都辟了得好屡次,但是这一次卸了在外洋被网友偶遇, 起飞便是真的吗?今日有媒体爆料,趁有网友在比利时旅游的时候偶遇到了谢娜,而且还发明随行的职员另有魏大勋,英才儿,影儿等等,据悉,这是谢娜在外洋录制综艺节目,叫做老婆的浪漫游览,让人猎奇的是,既然是老婆的浪漫游览,为什么魏大勋乱入进去了?他起飞会是导游吗?先不谈魏大勋吧,这个音讯我们看看是真的吗? 依据最新的观察,谢娜,魏大勋,英才儿,影儿四个人的微博动态,都没有透显露在外洋的意思,但是也没有说是在国内,而谢娜给张杰的演唱会,打口事后也并没有现身,那么看来,谢娜应该的确是在录制新东义老婆的浪漫游览,老婆的浪漫游览报告的是谢娜,英才儿,影儿三位年轻的老婆们, 贴下夫君们一同度过美妙的假期,设当节目,忽然不少女性冤家都很感兴慰吧,由于每一个女孩子都害怕过嫁人后失去了自由,但是通过这档节目我们能够晓得,假若有身家万万而且还疼你的老公,那自由奔驰是方向完全不是梦,设当节目也算是为张杰和谢娜量身定夺的吧, 由于不断以来都是谢娜用本人的方法种种宠着张杰,而张杰固然偶然有暴打,但固然更盼望看到本人的老婆能够无忧无虑的捋玩耍耍了